這邊好像也是怎麼樣 從這裡看 直接這樣一點切 然後他們在這裡 跟這裡各有一個 這個叫做 叫做 這個就是它的那個集電箱 在那裡做第一次的那個 電膠換 這裡有一個電扇型 非常 就是可以直接 它的那個分配感染 那這樣子也會吧 所以就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鵡竹波哥的第一個 是不滿意說為什麼那一塊 那一塊跟其他地方都一樣 是被畫成不一區 然後地區就可以開發了 其他地方不行 一方面是這個 利益為什麼只有紅線有紅線的 我覺得這是利益嗎 這是地方可能的原因 就是覺得不公平 利益方可能的原因是 為什麼要畫這一塊 因為可能兩種意見的想法都有 就是有一些人覺得 我們這一整區都不應該 被畫成獨立地 可是 現在你開發我才知道 會然知道為什麼過去三年 我都租不到你的地 因為你地主 早就知道可以開發了這樣 所以在地方上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 爭執 就是一個 資訊不對等 然後條件 條件明明就相同 結果就不公平 然後再來是說 到底是大家想要被開發 還是不想被開發 這樣有 那我們 都有 一定都有 對 那這一區的 這一區 都有人是面向這一邊去居住 可是他們那個 清他們那個苛刻的地方 那那一區的 全部都不滿意 因為他們清的就是 變然光變大 這個時候是 大概一年多前 那時候大家都 不知道現在有 比較好還比較差 但是這幾年 大家今天對光電板 本的敵意也變得很高 所以 也有很多 看似 沒什麼問題 比如說 嗯 我記得台東 就有 停車場要中光點 然後被大家趕 烘進去 那 很難說明說 到底大家 進來哪些原因 但總之就是 一個想要 我都不知道你要進來開發 我就是不讓你進來開發 我現在知道 我們不讓你進來開發 因為我出去 等到我心態可能也會存在